推广社区产见 大理竹子坑社区这几年是投入到农村再生 利用了荔枝跟洋葱等植物为染料素材 来制作出丝巾拼布包 还有荔枝昂葵柜等等的产品 而这天社区就举办了一日农村体验 要外地游客深入到农村体验竹子坑之美 好 这边我们一样把它绑起来 游客们拿着白布动手将部分绑起来 这天大家来到大理竹子坑社区 体验社区规划的植物染 有人之前已经来了好几次 仍然兴致勃勃 第二次 为什么要再来这里 很好 感觉印象很好 这也玩得很愉快 这个第一次写的 我觉得会很难 好像有一点难 反正很快乐的事情都可以尝试 因为这边又有一些 比较传统的像做汤 搓汤圆还有昂葵柜 有一些社区 他们本身这边的很多农产品的介绍 竹仔坑社区投入农村再生 利用当地的荔枝和洋葱 等植物为染料素材 制作出丝巾拼布包 以及荔枝昂葵柜等等产品 营造社区特色 也结合青农推广友善耕作 这天现场也有农友摆摊行销 在地农产 这个是农产蜜还有今年特等奖的蜂蜜 我们这今年的特等奖蜂蜜 我们这个蜂蜜程度都是百分之百的 我们这已经养蜂三代了 从我公公我先生 现在我儿子也回来养蜜蜂了 成立了一个 主宰坑学习平台增能中心 这个地方未来会是我们中区 针对纤维植物栏 还有很多比如说环教食荣教育 这些课程 然后都可以在这边上课 丰富有趣的课程 游客们是收获满满之后 社区也会成立纤维工艺增能中心 结合其他社区的产业特色 规划更多课程 引领民众多角度认识主宰坑之美 记者赖秋风 台中再访不到